南美侨报网变异网韩12月19日报道,巴西应用经济研究院本周2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,巴西在职公务员包括军人的数量在20年间增长了约60%,公务员开支已经超过了JDP国内生产组织的10%,巴西网上职摇摇摇了2月18日报道,仅在2017年,国库就为联邦,周和市公务员, 发放了7250亿黑澳的工资,其中联邦公务员工资1770亿黑澳,周公务员工资2870亿黑澳,市公务员工资2570亿黑澳。 2004年时,联邦、周、市公务员的工资支出,分别为1060亿黑澳、1840亿黑澳和1430亿黑澳。 2006年,公务员工资占到了JDP的9.6%,到2017年增加至10.5%。 1995年至2016年,巴西在职公务员和军人的数量,由750万人,增加至1200万人。 APA表示,这种增长主要体现在市属公务员方面,是公务员占到了公务员总数的一半以上。 1995年至2016年,联邦公务员数量由95万人增加至120万人,增长了25%。 州公务员数量由290万人增加至370万人,增长了28%。 市公务员数量由240万人增加至650万人,增长了175%。 市属公务员数量的增长,也因为巴西城市数量的增加。 APA提到,1985年至2003年,巴西共建立了1456个新城市。 在城市中,40%的公务员是医生、护士、教师,或者是这种移工基本服务的人员。 报告中称,不过,公务员在巴西正式就业岗位中所占比例,由1995年的22.3%降至2016年的174%。 从数据上来看,巴西公务员在数量和开支上都在无节制的扩张。 其实2018年联邦在职公务员数量,比1991年时还少,最主要的就是市一级公务员数量的增长。 这也是因为这一级公务服务需求的增加。 报告中称,APA报告中其他突出的数据还包括,联邦司法机构公务员,2017年的平均月工资为1.6。 万黑澳,是行政机关8000黑澳的两倍,立法机构员工的平均工资,为1.43万黑澳。 2017年市级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工资最低3000黑澳。 女性公务员工资比男性低,比如联邦行政机构中,男性平均工资,是女性平均工资的14%至2007至2016年的平均值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。 Ao Ao